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想对我们很重要 在户外基本上听不到回音 所以大家合作上必须要更靠眼睛 不只是靠耳朵 这个异团在室内谈恋 在室外表演 每一年底才成军 但不仓促 台湾Connection已经走了十年 因为第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有一群音乐家被回台湾做这个事情 很有意愿 那在一直到了2007年开始 我们又连接很多国内的音乐家 台湾Connection连接台湾 他们的场地是台湾乡间 国中国小操场 观众就是当地的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典音乐不应该是有钱人才能听门学 都不该指挥过人的音乐 从小学提琴 出国留学的委员扬名国际 也想在自己的家乡找更多知音 当他回台湾 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 觉得古典音乐只是服务管理的东西 我们只是应该说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 但是这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里头 大家对古典音乐觉得有距离 他想打破这个鸿沟 架起桥梁 老师已经说过 如果听众没有在我们的音乐会上 听到他们了解的东西 是我们音乐家的不对 黄宏伟 韩国首尔爱乐手席小提琴家 与乐团内许多乐手一样 从国外用年假赶回台湾 还有更多在台湾工作的音乐家 从北中南各地下了班赶来排练 国内的音乐家也有他们的辛苦 因为他们通常要在国内 在他们的工作上头 白天比如说有些人在乐团工作 有些人是在学校交情 然后他们必须要从各个地方 跑到台北来排练 像这个乐团里头 不少从高雄台南台中 要搭高铁来回的 当排练开始 乐手们眼神交错 我们才发现这个乐团没有指挥 今年他们要演奏相当困难的 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刚开始的时候 包括国内的音乐家很多 以为这个总监是不是疯了 没有指挥也是台湾Connection的传统 他们害怕有可能一句就毁掉 这个音乐节 会失败 太冒险 停下来讨论再开始 每年年底的相聚 就靠这几次短短的排练 磨练磨练磨细 靠着平时各自累积 对乐曲了解的功力 挑战 因为没有指挥告诉我们要干嘛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大家的想法是不一句的 可是这也是音乐更有挑战性 更能感动人的地方 我归觉得在台湾听音乐 大家习惯看一个明星式的音乐家 变成观众的焦点 OK 但是我就觉得台湾有这么多好的音乐家 要澄清大家的话 就是没有一个 每一个人自己都是 可以都是明星 没有指挥带领 这些音乐家们要共同诠释一首高难度的作品 像是没有将军的军队 要打一场漂亮的仗 这个乐团的听众 很多都是从没听过古典乐的人 太阳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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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了台湾以后 我一直在找是不是有一群人 可以共同完成一些什么事情 大家之间音乐上面的互动跟交流 会让我觉得很接近我的理想 留学回国后 谢婉珍也接到湖暖园的邀请 加入这个没有指挥的户外表演乐团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festival 其实不是那么那么常见 今年是她加入的第五年 一演进一次的伙伴们 照常向流夜 我觉得不管是户外或是内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我都是用一样的心情去演 当然听众结构会不同 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 就是职业音乐家来讲 我们不会因为今天听众有什么不同 而去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他们 每一次户外场的难度都比音乐厅更高 因为观众们多半都是古典音乐初体验者 我们去台中也好 在台中 有时候户外的表演 因为看到当地的小孩子 就开始跟着音乐跳起舞来 音乐是很自然的 瑞多芬莫扎特两个都是伟大的作曲家 但是不要把他们神话 他们还是人 而且人性的音乐一定有共同 有共同的表达的内容 情感很多是人会产生共鸣的东西 今天风大 天还晴 在一东十国中操场上 人群已经渐渐聚集 问到今天来听什么 很多人不太知道 世界领取吧 能不能顺利打动观众 演奏者会紧张吗 我们只是保护好我们的乐器 然后让我们ready 今天上台我们状况 是好的 就是这样 天气热是还可以忍受 天气冷啊 有时候拉到两手都是 双手是冰冷 有去过最冷的地方是 海呢 因为一载精神就在海边 那晚上海风就进来 从2006年开始的舞指挥户外音乐会 观众从一千多人到两万人 台湾Connection的团员人数也从一只手数完到现在成为50多人 他们真的希望古典音乐不再高不可攀 能被越来越来越多人 能被越来越多人听到 能感动更多人 于是可能大家一起在风雨中拉紧 要四下大雨 然后请要是零到零那就没办法 那就只能停下 但是最麻烦是风 风没吹起的时候 月步就开始 每一夜就开始飘动 可能一起面对晒得要命的日头 当然也会一起分享家乡的味道 如果一样的美食可以感动每个人 音乐应该也可以做到 因为情感是人类共同的能力 就算不知道世界名曲背后的故事 旋律也有他自己的魔力 靠着乐手的演绎抓住听众的感觉 当我听到音乐我会感动 那是一个恩典 我们音乐家我觉得 音乐家只不过是一个桥梁 他们就算不懂这首曲子在写什么 可是他们可以了解 然后感受到我们想要表达的感情 音乐家只不过是一个桥梁 一年一次相会 默契的累积能不能成功感动台下的观众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验收 什么时候是他这个品种 有没有这个影响 有耶 我觉得那种是很难用言语形容 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掌声会不一样 有些人是敷衍的掌声 或有些人是真的发自内心 觉得好喜欢 非常演出 我觉得是是那个掌声就不一样 如果没有桥梁 听众不可能知道乐曲背后的故事 只能透过旋律先吸引听众 挑起听众的感情 你看到那一场音乐会的每个听众都是往前靠的 上去听 那这个是就是大招在付出他们的精神 在去接受这个音乐 所以听一场音乐不是放空自己的脑袋 而是你其实要凝聚你 你在听每一个 那个作学家借着这些音符表达出来的内容 这是最珍贵的 这些音符表达出来的 这些音符表达出来的 台下安静的孩子听着人生第一场古典乐 体会另一种感动的形式 没有歌词 就算你不知道故事 你可以自己想象 我们想借了这个这些作学家做出来的伟大的作品 能把听众从这个现实的世界带到一个理想 另外一个世界区 所以那个世界的美不是在这个世间上一般人可以得到的东西 那一般人可以得到的东西 我说你不是在这些认知语的东西 精准的旋律搭配 没有指挥 这群台湾音乐家 共同城市乐曲 感动最在地的台湾听众 古典乐不只是价格高昂的艺术 对台下的听众来说 在家乡户外 袭袭凉风里听的 也许是人生第一场完整的交响曲体验 台湾的音乐家演奏给家乡的听众听 他们花了大半生努力学习的 真正与出生的土地有了连结 这才是真正的台湾Connec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